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2年到2016年 东京大学的学术论文篇数 比10年前的2002年到2006年进一步增加 基深于继美国哈佛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之后的前10名 到2012年到2016年东京大学的论文产出率下降至第94位 报道称 最近10年的主要变化是清华大学的学习 2002年到2006年 东京大学在所有指标上都占优势 但到2012年到2016年 清华大学在产出日上半超 竞争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 6月发布的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 清华大学排名时期 是2015年QS采用新排名算法后 中国高校首次挺进世界前20 未能跟上时代日本的大学怎么了 没能充分跟上网络时代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名古物大学教授天野昊如此表示 在美国 谷歌和脸书等之起 大学也一直在应对产业结构的变化 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AR的论文 引用数方面积升世界前列 将重心放在前沿研究上 日本的大学正在从国际性的知识网络中掉队 在日本时任首相中曾跟看红的提倡下 日本于1989年启动了生物研究的国际项目 在接受智能的研究者中 有27名诺贝尔奖获奖者 然而获得资助的日本人几乎已不存在 作为项目负责人的东京大学特聘教授广川谢龙表示 资助条件是与他国研究人员的共同研究 日本人与海外研究人员合作的情况减少 广川敲响了警钟 无法获得那些论文中没有的最新知识 日本政府一直在采取向研究人员 引进竞争机制等举措 但招致了糟糕的势态 全数界不再重视研究主题的选择 年轻研究人员的待遇变得不稳定 导致年轻人更倾向于短时间内出成果的小规模主题来增加论文篇数 日经中文网表示 如果研究能力继续全面下降 日本的大学将被企业抛弃 丰田抛弃日本的大学丰田 为了开发自动驾驶关键的 AR技术 到2020年将投入5000万美元 与大学推进共同研究 丰田的合作伙伴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马胜利工学院 丰田表示 在寻找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伙伴时 我们发现的是美国的大学 日本文部科学生官员感叹 日本的大学已经不被理睬了 从此次调查中 也能找到恢复创新能力的启示 在研究质量上 超过东京大学 也许日本国内首位的是首都大学东京 TOKER METROPOLITAN UNIVERTY 该大学分14岁的副教授学口加一 由于在超导物质研究上取得了成果 被认定为在学校内 只有4人的先导研究人员 越收入增加了20万日元 越合人民币1.17万元 在进行具有竞争力研究的16个中心 外国研究人员超过30% 东京大学也将采取无期限 雇佣年轻研究人员等举措 副校长小光明恩表示 5到10年后将有所改善 向有强烈的年轻人提供舞台 绑住其提升实力 似乎是日本各大学 迈向重生的第一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